《撒加利亞書》第三章 那位天使又讓我看見大祭司耶穌雅 他站在上主的天使面前 那控告者撒旦在天使的右邊 正在指控耶穌雅 上主對撒旦說 撒旦,我,上主,駁回你的指控 我,揀選耶路撒冷的上主,斥責你 这人像一根燃燒着的柴枝刚从火里抢出来 耶穌雅站在天使面前,衣服污蔚 于是天使对其他事立在那里的雪 脱下他污蔚的衣服 然后他对耶穌雅说 汉,我已经除去了你的罪 现在我要给你这些漂亮的新衣 我说,他们也应该把洁净的礼观戴在他头上 于是他们就把洁净的祭司礼观戴在他头上 并为他穿上新衣 这时上主的天使站在旁边 接着上主的天使郑重地对耶穌雅说 天君的上主这样说 如果你遵行我的道,谨慎地侍奉我 我就赐给你权兵 负责管理我的圣殿和圣殿的丸子 我会让你在其他事立此地的诸位当中行走 大祭司耶稣雅和其他所有祭司 你们要听我的话 你们是将来之事的御兆 不久,我就要带来我的伯人 那根之子 看啊,这是我在耶稣雅面前摆放的宝石 是一块七面的石头 天君的上主说 我要在上面刻字 并要在一天之内除掉这地的罪 天君的上主说 到了那一天 你们每个人都会邀请邻居 到自己家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底下 跟你们和睦地同坐